哎呀 话要说回来 其实拍电视剧跟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脱口秀节目 逗大家开心 不容易啊 我再给你们说个事啊 这么那天吧 我正在这个办公室里边 我就在那写段子 我就坐在桌前在那写啊 我揪头发 我闹心到 哇 直冒烟呢 我正在写 哎呀 反复退销 正好这时候呢 我们那个保洁张阿姨就擦桌子 见我那样就跟我说 黑羊啊 你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我说啊 哎呀 黑羊 阿姨跟你说 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常熬夜上夜本 我告诉你啊 羊儿 常年睡眠不好 坏处很大 一共有四个坏处 我说阿姨哪四个呢 挺好了啊 这个四个坏处就是 第一 算术不好 第二 记忆力不好 一字 算术不好 阿姨说 你们乐什么呢 阿姨说的不对吗 所以你们就知道 我们这节目生产过程 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呢 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 我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小时候啊 我的梦想真的就想成为一个演员 偶像派 但是我卡在身高这个门槛上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坚持着这个梦想 那不有一回嘛 我就在一个剧组当中潜伏着 我想只要有机会 我就让导演给我试试戏 争取能打动他的芳心 潜贵则估计没导演能想成我 我靠实力说话嘛 那回呢 是演了个天下无贼 阿天 我就跟那个冯小刚导演 我说冯小刚 傻根那个 我也能来 你试一段吧 我说那个 你们试着这样 在这边就让他们看看 哪也不相信 这六万块钱还没有一块转秤呢 谁能突然啊 方言 让俺做这个演员吧 俺就想回家去秘密 当时啊 风导就被我的表演给惊呆了 他就默默低下了头 没要我 但是呢 我们不能放弃了 对不对 咱们不能never give up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就潜伏到柴志平导演的剧里边 那里都是偶像啊 F3F2 我就求他 我导演哦 你要让我四夕 你懂我意思吗 到名字我也能演哦 他说你这身高 我导演 你都用那个仰胎呗 然后我说那你来一段吧 我说OK 三菜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哦 我真喜欢您知道吗 如果道歉有问题 我还要警察干嘛 那大姐说不行啊 这身高还是个硬伤啊 这么着 你能不能演 三菜他妈 我是真没问题 这个人本费啊 三菜呀 妈咪跟你说哦 不论是道名是少爷也好 还是喝嘴嘞少爷也好 你都要搞定一个 跟他好好谈恋爱 我们家里就靠你了哦 然后说呢 财志平导演就说 说海洋 这也不对呀 跟你没有这个 三菜他妈的外形就是 说我跟他妈相比 我长得又有点太苗条了 然后他倒给我一个 非常中肯的意见 说海洋 海洋就凭你外貌 I think I think that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演 那种科幻片的外星人 我说导演呢 外星人我觉得 马云比我更合适 你们俩可以演双胞胎哦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 没来时来时在想你 漂流着喝 没一夜没一夜 我是 我 我就知道 我说你们俩能功能 不得了